兩個這個金磚跟美國的G7為主 來看金磚他們開峰會大團結 說要使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 然後莫斯科這邊又踹了兩甲 因為被美國制裁 6月13號起交易所宣布 停止使用美元跟歐元進行交易 人民幣在俄羅斯的市場份額達到53.6 然後美國不斷吹說 我們跟沙特要一個很大的防禦條約 但現在看到指紋樓梯想 相反的看到沙特王廚拒絕出席了 G7交流會的邀請 而且他也宣布了 已經持續50年的石油美元這個協議 6月9號到期不要續簽 還有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G7開會啊 但是被說是失敗者聯盟 只有梅諾尼是C位 其他這六七個領導人被說 哎呀怎麼加拿大啊 你的民調那麼慘啊 然後還有包括 德國跟法國也是嘛 日本也是啦 這個英國也是嘛 這些通通都很多問題 所以牛攤請說這失敗者聯盟吧 開的是末日峰會吧 然後呢這個梅諾尼也說我們規劃 未來幾週就要訪問中國大陸了 這個G7這次開會 連那個烏克蘭的500億美元的 這個是要年底給嘛 我覺得連這個都是虛的 我覺得基本上 有點像在拜登幫拜登助選 因為他說要從那個比利時的國際清算銀行 因為他大概 每年大概支席大概二十幾億吧 那支席個十幾年就可以還清這500 可是相關的國家並沒有同意啊 而且俄羅斯也揚言 就直接沒收歐陸國家的資產 那個資產比美國多了 在俄羅斯的資產 不過歐洲一定遠大於美國啦 目前初步調查就超過800多億 那事實上還有很多啦 比如說俄羅斯的那個石油公司 後來去查了一下那個Total 就是法國第一大企業持股20% 等於是一瞬間就化回烏有 就立即被沒收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雖然G7表面上 然後他用的詞也叫臨時協議 對 他也不敢說已經成 已經生生肖了 所以給人家感覺就是很虛啦 那其他項目就不用講了啦 其他根本就虛得一塌糊塗了 對 連這個中國時事海警法 他也說他要介入 我就不知道他怎麼介入 G7管道中國的事情 海警法啊 是啊 他什麼都要講 因為6月15號生肖嘛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就是他還是在那邊 認為他是世界的中心啦 對 可是很多事情他已經 很難真的上手啦 比如說 沙特被邀請參加作為Gas Member 他沒有去 對 這很大訊號喔 那韓國 批評想去 讓Gas Member 那日本就是阻撓他不讓他去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對照 對照 那沙特為什麼不去 因為6月9號那個不續簽喔 我覺得他就是怕去那邊又被壓力了 受到壓力 因為不續簽 不續簽事上是可以理解 為什麼不續簽 因為1974年那個協議的兩大背景 現在已經不見了 第一個美國是原油的最大買家 現在是他的競爭者 對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提供安全擔保 可是歷經這麼多年 當然去年是最空前的啦 就是他跟他的老對手伊朗和解了 對 所以這個安全的威脅就突然沒有那麼迫切 而且還到北京 讓北京當為第三國 對 調人 那還有一個就是 坦白講 沙特阿拉伯想跟美國買戰略武器 美國在1980年到現在都是拒賣的 因為以色列反對 對啊 所以他的東風導彈 事實上是跟中國買的 對 亮哥有說過 對不對 那後來那個飛機 他也跑去跟法國買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所謂的50年的 我們叫石油美元的一個大約 已經失去了時代的意義 那對他來講 我覺得他大概也看到這一波這個 美國用SWIFT 那美元被操控的可能性 讓他覺得他可能要做多元的佈局 這個不續約 現在並不是說從此不用美元 不是不是 是說他會多元的使用 事實上 我剛剛看一篇文章有人統計了 說事實上中國大陸目前 還有加上其他國家 就是他的這個 石油的買賣 大概已經有20%不是美元 20%不是美元 已經有將近20%不是 那中國大陸大概就佔了其中的15% 那事實上他的原油賣給中國大陸大概是26% 所以大概已經有五分之三 已經不是有美元 那而且未來很有還有很多基建 工業等等 因為燒地阿拉伯是對中國貿易 極少數的出超過 那他預期他以後會從中國大陸買蠻多東西的 對 所以事實上 只要在央行 用個作帳的方式就可以處理掉 他們現在也有數位橋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並不是 並不是會真的造成所謂人民幣的這個大量的流動 不是 可能是作帳就可以做了 對 那這個事情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個是沙特的各別的國家行為 還是會變成OPEC Plus的行為 我覺得是後面那個 如果是OPEC Plus那我講 他是牽動到全世界40%的原油交易 那因為沙特今年那個 金磚國家會議他一定會去 然後那個俄羅斯今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非美元支付 這大家都知道 那也希望 因為沙特是作為資本國 所以也希望他能夠有更多的參與 我估計也會邀請他成為金磚銀行的董事 他有錢 他有錢對不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這件事情會有影響有多大 因為金磚界也開始分析這件事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美國跟英國的大的媒體都不報導 你有發現都沒有報導 CNBS也沒有報導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都沒有報導 這麼重要媒體不報導這個 可是這件事情是真的 因為金磚有一個叫Brick News 他有宣布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不可能造假 印度有一些財經媒體也報了這件事 然後中東也報了這件事 為什麼會沒有報導 因為我認為 因為沙特的具體方案還沒有出來 所以衝擊有多大 不好估 因為不能假定他全部都不用美元 對 那會不會連動到OPEC Plus 這個坦白講都還不能直接講定 所以我是努力在找這方面的消息 真的大媒體都沒登 因為這些大媒體我通通都有定 我真的沒有看到 可是像X 上面已經有很多人都在討論 印度 中東 已經都有人在討論 就是可能要讓子彈飛一下 可是他對整個世界金融的影響 我認為美元作為全球支付 因為這件事要連同俄羅斯要通過 那個非美元支付 本幣互換 這要一起看 因為美國現在在全球的SWIFT的支付 大概還佔46% 那如果是全球的總貿易 他可能還佔56% 我認為會這個是第一個被衝擊 貿易一定會連動到外匯儲備 對 因為很多國家如果要擴大 本幣支付的數量 他的外匯儲備就不需要 持有那麼多美元嗎 比如說中國 中國是最明顯的 中國的美元資產 高達三兆一千多億 如果未來本幣支付不斷擴大 他現在有29個國家 是本幣互換 人民幣結算早就超過160個國家 如果本幣互換還要再擴大 你有必要持有那麼多美元資產嗎 不用 是啊 對 讓你賺錢 所以我認為 坦白講我認為中國大陸 減個一兆也不為過 只是說他不用什麼方式來減 是 他會用 大概用這個 因為你也不能讓美元的貶值太快 對 因為他資產都是很多美元 一定會造成美元指數的下滑 那他可能會用各種方式 比如說發人民幣債等等 逐漸轉移 這個坦白講那個時間就是 會拖蠻久的 可是那個結構已經出現了 是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taping point到了 我們都沒有辦法想像說 美元的霸權會崩得這麼快 當然也是因為美國自己呢 濫發鈔票 然後呢 不斷的 這個為了自己 救自己 然後呢升息 導致呢跟你美國 靠得很緊的這些國家 受到很大的牽累 但說到中東這個局勢 雖然就你怎麼看 因為呢沙特安全保障 以前是老國王 跟美國在那邊敲定 哎唷買你的這個東西啊等等 你可以給我一些武器嗎 很多武器不給啊 但中國大陸現在 也可以給他一些底氣 比如說 以色列又擁有什麼 75架F35啦 結果呢 那他要對誰 但是對的是埃及啊 還有沙特嘛 還有呢阿聯酋等等 不然以色列要對誰 會用到F35呢 那沙特有什麼選擇啊 阿聯酋有什麼選擇呢 不是買殲31就殲20嘛 但殲20不賣啦 那所以呢殲31 是不是有可能呢 最近真的也的確看到 殲31出來了 然後呢他可以跟中國大陸的殲20 自己呢強強聯手 其實巴鐵巴基斯坦也想要有殲31 他還要有整套的完整的生產鏈 所以將軍怎麼看中東的這一塊 中東啊各位要記得 他們有一個歷史的陰影 當年中東很多國家 被以色列打得頭昏仰化 發動幾次戰爭都失敗了 所以他們對以色列的戒心很高 那美國是因為給了這個 他的中間保護了 但是總是覺得看美國支持以色列這個態度啊 萬一將來中東國家跟以色列鬧開的時候 美國是幫哪一邊 這個是讓他們 當然是以色列 對 好 那中東國家除了以色列 對他們造成威脅以外 沒有其他的國家對他造成威脅 他主要目標就是 因為地緣戰略裡面 永遠是鄰居最麻煩的啦 對不對 靠得近都是麻煩 所以這個武器管道 美國對沙烏地捧著大把銀子 也買不到的狀況之下 那中國跟蘇聯是唯一的兩個 那蘇聯 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是打仗啊 它也不可能有什麼太多的高級軍品外銷 所以目標就會鎖到這個 1031 因為1020的那個機密等級比較高一點 對 1031本來就有點做外銷的這個設計了 所以某些功能呢它有些限制 那現在美國也不是沒看到這個趨水下了一招 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協防條約裡面還有一條 你不能讓中國大陸 在你的基地 在你的基地裡面 所以這個F31買賣成功功算是滿高 但會不會受到這個美國這個限制啊 那沙烏地是不是有所顧忌 但是沙烏地實在也從別的地方得不到一個 五代機 五代機 但是以前根據中華民國以前援助沙烏地跟夜門的經驗 你就是飛機買去了你的飛行員的訓練 後勤補保能不能發揮1031的 百分之百的戰力是有一個問題的 那因為以色列已經拿到F35I 專門為它設計的 所以這個問題啊 目前殲31的基本數據 現在還不見得公開 那麼我們如果有基本數據 還可以比較F35I跟殲31的優劣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大的變數 就是飛行員的訓練 這個指揮鏈路的問題 這個戰術演變的問題 所以很多像台灣一樣 買武器變成是買新鞍 買新鞍 但是它不得不買 因為伊朗是剛剛交朋友 解決一個 這個什葉派跟這個 遜尼派 遜尼派的鬥爭 以色列呢 看它這麼蠻橫的表現 美國也好像壓制不住 所以 沙烏地的這個安全的 因為有錢人嘛 就怕人家賊丁了嘛 對不對 你沒錢沒人是甩你嘛 是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有可能會變成 因為前面的鎮後是買了 中共的教練機 L15 你買了教練機 當然是為了訓練以後 還有中式飛機的一個人員的培訓 所以我們看 這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軍火的聯盟 所以 至於 將來 1031跟F35i PK的結果 沒有經過實戰 誰也沒辦法講 對 很多 就像台灣一樣 買武器變成一個新鞍 買一個這個 比晚上吹口罩要保險一點 是 但將軍 因為呢 我們知道 因為儘管數字 關鍵數字還沒出來 但因為中國大陸殲31 是根據殲35 那這樣子慢慢出口型的 殲35 我們自己大概比較知道 它的這個雷達 彈化加雷達看得比較遠 它可以用的這個飛彈 這個包括殲 霹靂15 這些又比你長 這個有一些後發的優勢 對 因為 武器設計都是針對對手來的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說 殲35 它要將來可能在艦載機上用 它有折疊機 這就是比照你 做了航母就要有艦載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加的這個雷達很重要 我先發現你 我就可以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 另外一個 為了先發制人 我的飛彈就要比你 打得更遠一點 PD-15出口機 所以你看PD-15 PD-10 都是比美國的 Emeron的系列 多40公里一樣 多40公里就差很多了 對 就是說我打到你 你還沒還手的時候 你已經被擊滅了 這個跟美國的建軍理念 是一樣的 美國建軍理念 有個口頭禪 What I can see What I can hit 就是說 只要我看得到目力所及的 我就能打到你 And what I can destroy 我能夠把你消滅 所以這個不止美國獨霸 中國大陸也要講 我要跟你對抗 我要看得比你遠 我要打得比你遠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要打得比你準 打得比你準不準呢 又牽涉到電戰的系統 是 那我可以電戰七敵 電戰導物 電戰阻絕 所以天上的空中戰鬥的 勝負因素很多 但基本上就是說 我看得比你遠 我比你打得遠 這就是後發先制的 你已經定型了嘛 你打多遠 我就給你加長更遠一點 所以這個問題是 軍備競賽裡面 後發有後發的優勢 第一個 我就算是我模仿 我省了很多試驗的功夫 你的系統力學 在風洞裡面要搞很久 對不對 你的外型 然後你的參數 這些我就 如何找到克敵制敵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可以省掉很多力氣 對 那簡單來講就是 彎道超車 中國大陸 這個戰鬥機 美國 自己以為自己F22很強 F35很強 結果中國大陸殲20出來 然後有後發優勢 現在五代機中國大陸 不只是殲20 還有殲35 還有殲31 準備要出口外銷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金磚跟G7 可以說是非常強烈的對比 尤其我們知道這個金磚是不斷的往上 這是南方國家團結 而且它經濟體都是往上 G7就被說 這個怎麼在開末日峰會嗎 這個每個只有梅諾尼是往上的 其他這些都是很多問題 什麼啦 英國大選蘇納克可能失敗 你這個也蠻糗的 加拿大民眾對杜魯都也不受歡迎 日本政壇岸田也被醜聞搞得一地雞毛 然後馬克宏 碩爾茨 選舉失敗難兄難弟 馬克宏解散議會要重新大學 真的是一場豪賭 所以美國駐北約大使就說 除了梅諾尼以外 G7領導人都好弱 Politico也說 好像最後的晚餐 不是西方力量展現吧 相反呢 在C位的梅諾尼說 我規劃未來幾週要訪問中國大陸 當然看準是中國大陸在網上 所以聯合聲明 有談到俄污 又什麼印太 然後又開始什麼台灣問題 一個中國政策 和平解決 南海問題 也說 中國大陸危險使用海警 跟海上民兵 也提到新疆 西藏跟香港 通篇其實很多都對準中國大陸 但你有多大底氣去抗中 再看到下一張 然後不斷炒作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 譬如說就說什麼 我們要切斷中國大陸對俄羅斯 快速發展的科技跟金融鏈結等等 然後中俄大陸駐美大使就說 發言人就說 這怎麼樣 我們中俄之間的貿易是正大光明的 符合這個世貿規定 我們又不針對第三方 所以你抹黑中俄其實 站得住腳嗎 也是一個大問號 大使 其實金鑽國家就是G7這個組織 它本來就是不斷在視為中的一個組織 最主要就是說它的成員國 在世界上的不管是這個軍事 政治 經濟 尤其是經濟的這個比重 跟它影響力不斷的下降 那當然過去我們在上個世紀 大概90年代中期以前吧 那一直從二次大陸結束 金鑽國家是國際秩序 尤其是經貿秩序的最上層的領導機制 當時這個G7一開會以後 他們決定的事情 就交給接下來就是OECD 叫這個在巴黎的這個經貿合作組織 它去再制定一個規則 進入 有的時候是一個軟法 就是說國際法裡面有種叫soft law 這種東西 它讓各國就要遵行 如果再需要再進一步的來怎麼樣 進一步的來落實的話 它會拿到哪裡 就拿到聯合國的體制裡面去 那交給比如說 如果是衛生方面的議題 就交給世界衛生組織 貿易方面的議題呢 它會交到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因為這個就是說 這些國際組織 當時聯合國的體制 就這七個國家是最具決定性的 對 所以他們先把它講好以後 就交下去 就形成了一個 不管是國際法的軟法 或者說是硬法 就是透過一個合約 或者說是一個公約的形式 它就變成國際秩序的規則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當時二次大戰以後 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社會的 一個怎麼講 一個 也就是說 等於說是 就是說 國際治理 現在很講的 就是治理的一個最核心的機制 可是這個在上個世紀 它本身它的實力就不夠了 它就必須要擴張什麼 它曾經把俄羅斯找進去 對 那後來它也希望中國大陸加入 中國大陸拒絕了 其實他們那時候是很務實的 它必須把最強的國家拉進去 它這個機制 這個做出來的決定 才會有效 強的國家不在裡面 在外面的話 對這個機制就是最大的危險 可是後來它比較政治化以後 事實上2014年它又把俄羅斯踢出去了 就是俄羅斯當時就是說 因為病吞克里米亞 所以把俄羅斯也推出去了 那接下來呢 他們怕這個本身的影響力不夠 又形成了一個所謂G20這個機構 所以從這個眼鏡來看 G7本來就是在一個退化的一個過程中 也就是說 所以大家基本上在講一個什麼 就是說國際治理 要找一個民主的形態 而不是寡頭壟斷 那G7就是用寡頭壟斷來 來決定國際治理的一個內容 跟它的一個模式 那我們講了很多理由 什麼我想學國際政治 就是說 國與國之間人人平等 聯合國就是個 就是個民主機制 其實都是空話 真正的從現實主義觀點來 就是G7這個機制 在載至這個國際秩序的發展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美國覺得有些國家開什麼叫 叫這種 就是說用這種稅務的方式 把很多美國的大公司 給吸引到它的國家去 對 所以說他們就說 跨國公司的基本的公司稅 你的稅不能低於15% 也就是說像愛爾蘭這種國家 把你的稅搞到零 如果美國的很多 這個Microsoft 總公司都簽到愛爾蘭去 那他要制止什麼 他就說我們定一個下限 你不能低於這個 這個在川普的時候就確定了 就是透過G7 然後交給OECD去執行 那事實上的話 這個對誰有利呢 當然只對美國有利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雖然是打著 制定國際社會秩序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幌子 實際再加會於美國 跟這個G7 少部分這些主宰國家 他自己的利益 那他當然 他實力不足了以後 那再加上 他們的做出來的決定 都是利己而不利別人的時候 他自然的視為 那所以說今天 金磚國家的組織 可以說是因為G7國家 自私自利 然後呢 加上實力衰減以後 那麼金磚是一個必然的產物 他們結合在一起 不是整中國大陸 就是整俄羅斯 有的時候巴西也整一下 南非呢 也二整一下 那比如說 沙特 過去是活在美國的陰影之下 對 那人家鬧一點小事 我也不能說小事 哈哨吉的事 也不是小事 拜登直接罵人家這個 沙烏地是什麼 賤民國家 你想想看 這個任何國家 經得起美國 這樣子的羞辱嗎 對不對 所以今天 沙烏地阿拉伯 看情勢轉變了 對不對 你這些七個G7國家 你加起來人口 你的整個產值 GDP 你的科技水平 你的軍事力量 你能夠跟中國 中國加俄羅斯 再加巴西 南非這些大國抗衡嗎 所以像沙特這種國家 它就已經在衡量了 他說這個世界已經在改變了 變了 這個權力的砝碼 現在已經往什麼 往全球南方傾斜了 對不對 所以就加入金磚國家 再排隊 對 可是呢 G7還在搞一個什麼 還在搞一個所謂 排他性的俱樂部的方式 它怎麼樣 你想加入還不給你加入 就是我們這些有錢人 就是我們這些 有錢人俱樂部 理念相似的 可是我們看這個世界未來的發展 你覺得G7有前途 還是這個金磚有前途 我們光就價值體系來講的話 在金磚體系裡面 它有不同的價值系統 這個價值我們是廣義的 還包括宗教 還包括政治統治方式 治理的方式 還包括怎麼樣 它的人種 對不對 種族 這些加起來 它比你這個 G7多元化的多了 所以現在這些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這個金磚 它是怎麼講 它是一個怎麼樣 包容性 然後很多在外面人想要加入 那你G7是怎麼樣 越來越孤立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抗下來的話 所以這一次只是說 坐下來看的時候 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這個G7的國家 看起來這些領袖 都出現問題 不過我們反過來說 其實一個組織 你到底是它內部的這個多元 它的所謂 它的這個叫什麼 它是variety 就是說它的 它的類別是多樣性的 有利呢 還是什麼 還是一個價值體系 然後它的治理體系 宗教體系是多一元的 比較有利呢 看起來這還是在 還是在競爭當中 那就是說 我想G7它的 它的根基還是很厚 還是很厚 那還有美國 世界第一強國在裡面 只是說 現在的金磚來講的話 我覺得 照裡面 應該算最有利的 就是說 就是說 長期跟西方文明 進行競爭的國家 這些金磚的會員裡面 只有一個俄羅斯 俄羅斯算是一個 很有經驗的 百分之八十是屬於西方社會的 思維的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金磚要能夠合作 要能夠很聚焦 很focus 找到一個對抗性 找到一個凝聚性的話 那俄羅斯這個 俄羅斯這個背景 我覺得最有利的 這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過去一年裡面 最聚焦的一次 這個金磚的這個 輪值主席國 就是俄羅斯這個 輪值主席國 他不太囉嗦 他就是直接搞什麼 他就是直接搞擴援 把一些怎麼樣 把一些重要 他現在土耳其人 應該拉進來 他會去拉 別人陣營裡面的人進來 北約 北約的成員 他可以拉進來 這個就是比較西方 具有侵略性 具有掠奪性的特質 這個 現在金磚有 第二個呢 他非常focus 不跟你講一大堆 形而上的 很高層的理論 人類該如何 怎麼樣要怎麼樣 他不太講這些東西 他做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 把美元給他打倒 對 對不對 我們今年就做一件事情 十年磨一劍 我一年磨一劍 我只要一把劍 就是進一步 削弱美元的力量 所以你看這一次 一直在focus 就是在美元 美元 然後財政方面合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世界現在 基本上 是很多國家 有些國家說 我們不要冷戰 我們不要對立 我們不要搞集團化 沒有辦法 你一個國家講是 空講 西方人一向是打群架 他們是小國林立之間 成小國林立的一個歷史傳統之下 在世界上求生存 即使他成了大國 他還是在搞什麼 他還是搞集團化 還是搞集團對立 像我們中國大陸 我們中國是怎麼樣 我們早期就 老早就有天下一統的這個 成就跟思維的 所以我們一致認為這個世界 還是要怎麼樣 大同 還是要 我們忽略了 在現實上 這個世界 就是拉邦結派的鬥爭 你靠自己的力量 走不出這個歷史的框間 中國還沒有這個力量 那你要想要生存 說實話 現在這個格局 你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拉邦結派 所以金磚國家 我覺得是中國大陸 對中國大陸來 極為重要的 而且中俄的結盟 對中國大陸生存 也是極為重要的 你必須要拿出一把尖銳的刀 在這個組織裡面 像這個G7 從來都是怎麼樣 從來都是把刀磨了 通通對外的 你比如說你看他所有的這個東西 聲明 他有說他自己要做什麼嗎 對他都說中國不是 他有說他自己要做什麼嗎 他都是呼籲別人 惡物戰爭要幹嘛 對不對 印太地區要幹嘛 對不對 台灣問題要幹嘛 南海問題要幹嘛 人權問題要幹嘛 他的刀永遠是指著別人的 而且削得非常的尖 這個不要內勝而外亡 這個世界 在西方人主導世界上 你這個外亡 你就內勝了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哲學思維的改變 那我看到金磚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是俄羅斯在主導 你就看到他強而有力 你就看到他出的招 都可以見到血 對 那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也是 也是從西方的帝國主義裡面 這個被逐出來的 他本質也是帝國主義 這才有效 所以呢 有些是國際上 比較是需要有一些說道理的話 就讓中國大陸來 然後呢 出很糟的 就麻煩俄羅斯嗎 那個亮亮怎麼看 因為呢最近包括了金磚也在辦運動會 然後呢有很多國家去參加 然後呢來自巴勒斯坦的代表隊的時候 很多的掌聲 另外呢土耳其也說想加入金磚 然後呢這個普丁說 我未來幾週要去北韓跟越南 說到了這個 中俄在出牌 還有呢這個古巴牌啊 最近呢 中國大陸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就說 單邊制裁 這個違反國際法 當然講的就是美國對於啊 像是古巴朝鮮這些的問題 不結盟運動 還有七七國集團加中國呢 也說美國應該把古巴移出 知恐國家的名單 說到了古巴 俄羅斯真的亮劍了 兩個你怎麼看啊 因為呢來看下一張 說到了說俄羅斯現在呢 已經把呢 這個核潛艇開到了古巴去 美國很緊張啊 美國海軍呢 也有核潛艇出現到古巴了 關塔納摩灣 結果呢 古巴副外長說 我們不喜歡一個敵視 古巴政府的國家的核潛艇 出到 出來到我們的領土 這不請自來耶 這個就是俄羅斯敢出手 又是一個例子嘛 對啊 我覺得不是 中國大陸不懂西方的邏輯啦 我是認為從鄧小平之後 中國大陸敢於出手的 那個氛圍不見了啦 對 毛澤東哪裡不敢出手 對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中西的差別啦 而是中國大陸現在的政府 對於軍事跟政治的出手太謹慎了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樣啦 我們又不是第一天在看國際政治 中國大陸哪裡一直都這樣 對不對 比如說清朝也有左中堂啊 他不是跟俄羅斯照幹 所以哪裡說中國從來都不會 不是啦 是鄧小平之後 就讓中國大陸一路偏經濟啦 那你全部都從經濟角度思考 你就會越來越謹慎 OK 俄羅斯不是這樣的國家 俄羅斯從頭到尾都是政治跟軍事掛帥的國家 所以 比如說 他的GDP 他的GDP不到三兆 你憑什麼當超級大國啊 我有核武啊 核武也有很多國家有啊 為什麼人家 敢出手 歐洲是一個大國呢 歐洲 歐洲 沒有任何人覺得歐洲比俄羅斯有利啊 對 事實上歐洲的GDP是15兆多 多很多 是啊 也有兩個國家有核武啊 英國跟法國啊 那為什麼沒有人把他當作咖啊 因為他們有獨立的意志嘛 是 重點來了 他們有獨立的意志嘛 所以這裡面 坦白講真正有獨立意志的國家 現在就是美國俄羅斯跟中國嘛 可是中國大陸對於他 該表現軍事跟政治意志的 就是該有他的國家能量 表現為政治跟軍事行動 已經太久沒看到了啦 我講的是在國際上 已經太久沒看到了 那總是會有一些人來 來找理由啦 比如說菲律賓這個case 我最近就看到有人在幫 中國大陸的謹慎找理由啊 他說你如果碰到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啊 你認為美國敢嗎 美國會介入嗎 不 就是有人用這個當理由啊 或者有人說 哎呀你如果出手 美國不是剛好 從以色列撤軍來太平洋 我覺得這種邏輯都很奇怪 很奇怪 那你認為以色列 那個早晚會結束吧 那到時候那個 地中海那兩艘航母 還不是會到西太平洋 如果這個邏輯的話 你認為你閃得掉嗎 所以我坦白講這個最終 最終還是 簡單講就是你那個政治跟軍事上 這個出手 我覺得就是你要考慮啦 就是以你那麼大的體量啊 你說你要不碰政治 政治比較有啦 比如說外交 他勇於促成這個 沙特跟伊朗的和解嘛 那也提出 俄烏和談的12點主張 可是軍事上真的很少見 比如說這次我就想看啊 這個海警法 海警法還是很謹慎啦 不用軍隊 用海警 那我就看你在 南海 東海 台海 會落實到什麼程度 因為這個一方兩瞪眼的啦 你6月15號是說你要開始實施嘛 那我就看你怎麼執行菲律賓啊 是 就是這樣啊 這還是很小的一步耶 對啊 對 所以啦 也是值得觀察啦 那待會兒我們要請 這個將軍豪來講一下 俄羅斯真的是敢於出手喔 因為呢把核潛艇開到了古巴去 美國緊張的也趕快派核潛艇出來 然後還有偵察機不斷的看 為什麼呢 因為會擔心新的古巴危機嘛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